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老师 最近怎么不见您的父母帮您接孩子了 他们回老家了 我女儿一出生 他们就来帮我们照顾孩子 现在女儿上学了 他们挺想家的 老人往往更喜欢熟悉的老家生活 是啊 他们虽然在这儿生活了几年 但是一出门就迷路 我们也没有时间常常陪他们出门 在这儿 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交流 白天在家挺无聊的 因此 他们特别想回老家 现在终于可以回去了 他们一定很高兴吧 是 特别激动 可是我却很担心 虽然老家有亲戚朋友 但是平时只有他们两个人生活 会比较孤单 尤其是生病的时候 没有人照顾怎么办 我本来是希望他们留在北京养老的 可他们拒绝了 只好听他们的 这可真是一件两难的事 王老师 最近怎么不见您的父母 帮您接孩子了 他们回老家了 我女儿一出生 他们就来帮我们照顾孩子 现在女儿上学了 他们挺想家的 老人往往更喜欢熟悉的老家生活 是啊 他们虽然在这儿生活了几年 但是一出门就迷路 我们也没有时间常常陪他们出门 在这儿 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交流 白天在家挺无聊的 因此他们特别想回老家 现在终于可以回去了 他们一定很高兴吧 是 特别激动 可是我却很担心 虽然老家有亲戚朋友 但是平时只有他们两个人生活 会比较孤单 尤其是生病的时候 没有人照顾怎么办 我本来是希望他们留在北京养老的 可他们拒绝了 只好听他们的 这可真是一件两难的事 课文二 出生 他是一九九零年 在上海出生的 他出生在上海 陪 陪伴 伴同 陪妻子散步 在家陪儿子玩 无聊 言谈 言谈行动等 没有意义 而使人讨厌 这部电影太无聊了 两个人一直打来打去的 激动 最近要回国了 心情非常激动 孤单 一个人的感觉 一个人在国外的日子 常常很孤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回老家了 我女儿一出生 他们就来帮我们照顾孩子 现在女儿上学了 他们挺想家的 是啊 他们虽然在这儿生活了几年 但是一出门就迷路 我们也没有时间 常常陪他们出门 在这儿 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交流 白天在家挺无聊的 因此 他们特别想回老家 是 特别激动 可是我却很担心 虽然老家有亲戚朋友 但是平时 只有他们两个人生活 会比较孤单 尤其是生病的时候 没有人照顾怎么办 我本来是希望他们 留在北京养老的 可他们拒绝了 只好听他们的 王老师 最近怎么不见您的父母 帮您接孩子了 老人往往更喜欢 熟悉的老家生活 现在终于可以回去了 他们一定很高兴吧 这可真是一件两难的事 等到孙子们长大了 老人们就常常想回老家 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 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 可是他们的儿女 并不希望他们回老家 因为他们的年龄大了 也需要照顾 一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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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儿女的陪伴 选择哪一边好呢 这对老人 老人的儿女来说 都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 就可以了